各级官员为了巴结刘瑾 在给刘瑾上贡的同时 疯狂地搜刮民之民膏 引起军民共愤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刘瑾决定整翅立志 重塑回望 但此时天下大事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危机正一步步向刘瑾逼近 那么如日中天的刘瑾 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名全幻刘瑾第十三集 公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上集我们讲到刘瑾 动争和反腐败 希望威慑官员 激活官员的道德良知 但刘瑾当政的几年间 贪污横行 人心大坏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疑心向力 谁能搞到钱 就是真本事 谁能攀上大树 找个强硬的后台 就是好运气 偶尔出生那么一个清官 也会被视为另类 很快会被排挤出权力圈 于是这些大明王朝的所谓精英们 都很识实物的选择了阿富权贵 送钱 送礼 送美女 送怪兽 希望能够寄身清云 这种插美之风有多严重 我们看看督察院就知道了 明史直观志当中说 督察院是干嘛的呢 纠合百思 便民冤枉 提督各道 为天子耳目风景之思 但就是这样 整次官场风气的部门 对皇帝 对权要的恶意奉承 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古经谈开上讲了一个故事 完祖皇帝诸呼赵 他宠进一个妓女 走到哪 带到哪 因为有刘景这些门神把关 百官难以直接亲近皇帝 就纷纷去揭食巴结这位妓女 你送燕制 我送首饰 把青楼欢场 变成了火红的官场 有天早上 完祖皇帝突然来了兴致 跑到这妓女家里来了 妓女他爹还没起床 看见皇上 闯进来了 赶快裹着被子 要起床回避 哪知道 完祖皇帝压压手 说免起 几个时辰后 完祖皇帝娃娃走人了 金羽家外宾 突然谷月宣天 原来是督察院想和妓院搞联谊 给妓院送匾来了 缠着红筹带的匾上 写着金灿灿的三个大字 免起床 什么叫无微不知 什么叫厚言无耻 这就是 来自基层的刘景 对这些恶心的套路 心知肚明 他也确实想整齿官场 弘扬正气 但从政德四年年底开始 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受挫 官场贪腐愈演愈烈 铁碗的刘景面对如此庞大的 贪腐浪潮 一筹磨掌 无能为力 同时 他还从贪腐的潮音当中 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有一天 刘景和心腹张采聊天 聊着聊着就哭了 他告诉张采说 当初 为了对付外庭的文官集团 谷大用 张勇等人 推我出头 现在倒好 什么功劳 他们都有份 而打压大臣 得罪天下读书人的事情 全都是我一个人来顶纲 好不容易想改革一下 帮国家和皇上找几个钱 又惹得天下骚然不安 也都归怨于我 我真不知道 我该怎么脱身 刘景的哭啊 有委屈 有愤怒 他实际上哭出了 中国传统官场的 一种规律 杀进官场 蓝 而要脱离官场 更难 杀进官场是 挤掉对手 而脱离官场 这可能会被对手 送上西天 刘景的恐惧预感 很准确 无论是朝内还是朝外 无论是军方还是阵间 暗斗已成极流 对手正步步紧逼 不设陷阱 投机者也开始走顾右盘 准备跳槽开溜 换身昼夜 刘景已成劳中困兽 我们通过四种政治力量 进行分析 一 群城外攻 对于刘景 郑德初年的官场 表面上是迎合 驯服 但畏惧尊重的 不是他刘景本 而是他手上 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谁都清楚 一旦没有了权力 他刘景什么都不是 对于朝中官员 这些表面上的言和 刘景并不在意 只要乖乖听话 料想这些人 也翻不起大浪来 而让他担心的 倒还真有一个人 那就是他一直想除掉 却一直没能无怨的 杨一清 那么这个杨一清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刘景为什么对他 那么不放心呢 杨一清自印宁 八宁人 十四岁中举 十八岁中镜 你看 也是一个神童 明史本传说他是 天烟 也就是生下来 就没生育能力 长得吧 还特别有个性 但老天很公平 这杨一清啊 天赋异禀 善于全辩 小畅编士 长期担任 三编总制 代表了地方 强大的军方力量 除了军方的势力 杨一清啊 还有很可怕的 镇件人脉 比如 国防部部长刘大夏 内阁大学是 李东阳和杨一清 这三人呢 是湖北老乡 感情上是情深意赌 利益上是贴板一块 湖北当时有个地方班王 叫朱又元 把他们称为 楚中三杰 他要自己的儿子 你一定要关注这几个人 朱又元是谁啊 怎么没什么名气呢 他就是新宪王 戒人确实没名气 但是他的儿子 却大大的有名 谁呢 家庆皇帝 按照这种政治布局 刘景即便在正德年间 不跌个粉身碎骨 到了家庆时期 他一样会死无葬身之地 二 宦官内斗 八福反败为胜后 分享完胜利果实 短暂的灭气就过去了 共同的敌人一消失 同盟者很快转化为政治对手 刘景大全独揽 说一不二 是典型的大哥大性格 国大用马永成 张勇等人的反应是什么呀 羡慕 嫉妒 恨 八虎从分裂到决裂 始于刘景和张勇的争斗 张勇这人脾气刚狠 是一个霸道的人 但是偏偏大哥刘景比他还霸道 只好区区第二 这就让张勇很不爽 所以经常搞些小动作 搞得刘老大也很不爽 所以有一天呢 刘景就趁着宛祖皇帝特高兴 就告了张老二的黑状 建议让他到南京一边连快去 这宛祖皇帝 他就答应了 但刘景太急迫了 招书都还没下 他就急匆匆的派人 催促张勇上道 早滚蛋早亲近 张勇可不是傻子 他直接奔到皇帝面前 说刘老大如何害自己 丸祖皇帝很未来 但是为了显示公平 当场就招来了刘景 要两兄弟当面对峙 先是对峙 后来是骂家 再后来就是干家 张勇直接挽起袖子 冲上去扭中刘老大 就是一顿暴打 还好刘老大没长胡子 要有的话 也会被张老二给扒拉光的 丸祖皇帝看不下去了 马上就要来谷大用 让他主持两人和解 几杯酒下着 又有皇帝给盯着 两兄弟表面上和解了 此后您好好当老大 小弟从此以后 做事注意分寸就行 但是两位 新高天下的官场对手 矛盾一旦公开化 要密捕 不可能 解决的途径 只有一个 暗中罗牙 以死相听 以杨一青为首的外庭文官们 一直在寻找机会 力图反击 而刘锦的八虎集团内部 也产生了分力 张勇等曾经的搭档 如今对他是虎视眈眈 刘锦的危险还远 不止这些 平日里在朝中迫于权威 对他唯唯诺诺 万般顺从的官员 也在静观其变 这些人在刘锦掌权时 从他这里唠叨了不少好处 但刘锦一旦失势 他们又将对刘锦 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大名全幻 刘锦 第十三集 公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三 众臣反水 朝廷众臣中 迫于情势涉于权威 对刘锦唯威落落的人 首推第一的是李东阳 虽然他没敢 主动去反抗刘锦 但是如果刘锦挨打 掉进了井县里边 李东元会毫不犹豫的 搬几块大石头给扔下去 第二个重臣是杨廷和 杨廷和自介夫四川新都人 当他爹还在拼命背书 想考个功名的时候 十二岁的杨廷和已经中矩 十九岁又中了静矢 又来一个神童 红之二年 杨廷和担任东宫侍主 和完祖皇帝有了师徒名分 后来又当上了皇帝的日讲官 按照惯例 讲官每次讲完课之后 都必须要向皇帝进行一番劝谏 所以有一次杨廷和和刘忠 这两个人讲完了 按照惯例 对皇帝进行了一番很温和的劝谏 但是这番话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搞得完祖皇帝很不舒服 就私下给刘廷说 讲课就讲课 扯那么多闲话干什么呀 刘廷一听 那既然皇帝不高兴 那就把杨廷和刘忠 这两个人名声暗将 调到南京 出个耳根亲近 看了杨廷和的伟大报复 要毁于一旦的 但杨廷和就是杨廷和 明明是内心仇恨 却做出一副感恩的样子 当时要出发去南京的时候 刘忠真心诚意的去问过杨廷和 就说咱俩离开前 需不需要去拜见一下刘公公们 杨廷和马上正次回答 刘廷把我俩从皇帝身边赶开 凭什么还去见他 再说了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 还说我俩去攀复刘廷 这水不就叫昏了吗 这刘忠一听啊 声以为然 安安心就回家收拾东西去了 但是刘忠一离开 杨廷和立马转换角色和脸色 带着四川的土特产 直奔刘府 告辞谢恩 从此刘景认为杨廷和很懂事 这人不仅不记仇 还知道感恩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 杨廷和不仅很懂事 而且很会来事 我查了一下时间表 杨廷和是正德三年五月到的南京 官位是南京户部又是了 几个月后 杨廷和连升三级 成了南京户部上书 更惊人的是 正德三年的十月 就当年的十月 杨廷和就由南京户部上书 伸转北京户部上书 还进入内阔 当上了大学士 从天级干部到正部级 再到入阁为下 杨廷和用了多长时间 满打满算不到五个月 这速度 用火箭都没办法行动 按就知 南京六部上书 从来没人直接入阁担任大学士 但杨廷和成功的破了纪录 进入了帝国权力中书 既没有通过民主推荐 也没有经过组织考核 而是以皇帝下手持的方式 直接进入内阁 也就是说 刘景超越常规 以皇帝的名义 直接把杨廷和抬进了内阁 可以说 杨廷和在官场的每一次进步 都和刘景的扶持息息相关 但后来刘景被抓 杨廷和李东阳两位重臣 立马站稳立场 连抛几块大石头 将刘景砸下十八层地狱 四 藩王叛乱 真正压倒刘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安化王的叛乱 安化王朱志凡 早就想谋反 但一直找不到借口 那后来是刘景颠着脚跟 给朱志凡送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 他派出清理军产的人贪婪残酷 还侮辱战则军省的妻子 军队恨之入骨 所以安化王一笼络 这军队就跟着反了 起兵的理由啊 让刘景差点晕过去 清军策 讨刘景 安化王谋反了 如果其他人都还只是在暗中筹划 静待时机 而此时安化王的刀锋 已经是直指刘景了 在这种危机关头 刘景会怎么办 他能否化解眼前的凶险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明全幻 刘景 第十三集 公共的好日子 快到不来 他是大明王朝 由胜转衰的标志性符号 他架空六步 干预司法 奴使百官 强取豪夺 一跃成为史上最大贪官 他曾立足改革 却惹得官民同返 他干政五年 法度废齿 天下大乱 皇帝却视而不见 一个宦官 为何能一手遮天 权倾天下 又为何被千刀万划 系列节目 大明全幻 刘景 敬请关注 危机关头 刘景采用了两大策略 一 死死地扣住安华王起兵的习万 不敢给王朝皇帝看 二 采纳心腹的建议 启用杨一青 作为统帅 张勇 监军 两人率领大军 前往宁夏 平盘 刘景的算盘打得很精 成功了 是我刘景用人得大 我的第一用 还可以借此缓和 和杨一青张勇的矛盾 那失败了呢 刚好可以趁机出掉 这两个眼中钉 肉中刺 看似金明的安排 却出现了指命的漏洞 刘景做梦也没想到 杨一青和张勇 这两个冤家会连在一起 共同来对付他 杨一青很清楚 堡垒只能从内部攻破 你一个人要徒手和两头狮子搏斗 那是找死 要让两头狮子泪斗 消耗掉敌人的有胜力量 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法宝 在杨一青的全盘布局中 推翻刘景 张勇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什么呢 第一 张勇深得皇帝宠幸有实力 第二 张勇知道刘景的一切招数和恶行 有证据 第三 张勇脾气刚狠 和刘景 虽无公恨 但有私怨 有矛盾 更重要的是 第四 张勇想拱翻刘景 当老大 有野心 但如何让两头狮子斗起来 这不仅是个战略问题 还是一个战术问题 神童出生的军事家杨一青 找到了一个角度 如果把安化王造反的习文中 讨伐刘景的细节 通报给皇帝 刘景就完了 可是让谁来完成 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最恰当的人选 就是张勇 于是 无数次试探 之后 杨一青和张勇 进行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谈话 张勇说 天下之大 好像都归他姓刘的了 杨一青说 未必 纵观天下大局 还有一个人 足以和他对抗 张勇就怀疑地看着杨一青 当军天下 难道还有和刘景奇不相当的人吗 杨一青用手势告诉他 这人不是我 不是李大学士 就是张公公 你本人 张勇敢动 但是很快又摇头 说刘景成太跟皇帝绞在一起 没法下手 杨一青就说 你不一样受皇帝重心吗 你只要把安华王造反的习文 交到皇帝手上 这事就成功了一半 张勇 沉默 跟你干 我有什么好处啊 杨一青就开始忽悠说 井筑 公义禀用 习叫钱币 收天下心 吕强 张成业 机功 千载三人儿 这高帽子一戴啊 张勇当场就晕乎了 杨一青这忽悠功夫啊 非同一般 这不是卖拐 这是卖人 被卖的人还感激提宁的 我们看看 他的这种忽悠 用了三招 第一 动之以情 他扒告了张勇的政治地位 让张勇瞬间感受到 自己是一个有高度 有厚度 有力度的人 第二 幼稚以利 他说明啊 拱盘刘景 李张勇最大的现实利益就是 取代刘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就让张勇 怦然行动 第三 小之以理 杨一青啊 很迂回委婉的说明 你执掌大权之后啊 可以割出 刘景乱政时期的各项弊端 为国为民谋福利 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步 你就和汉朝的 女强 唐代的张成业 成为千古三大中患 这也让张勇啊 心跳加速了 张勇一琢磨 既有名 又有力 再加上皇帝给的底气 和对刘景的怨气 张勇 排案而起 我就拼着这条老命 报效皇上吧 杨章联盟一旦形成 刘景的死期就到了 那么张勇 将如何劝说皇帝 刘景又能否 躲过这场政治猎杀 请看下集 谢谢收看 一场凶险的政治猎杀 是刘景即将走向末路 在后世言中 刘景是贪赃王法的小人 是残害忠良的奸臣 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碎人 为什么刘景身上 背负了这么多的骂名 他究竟带给大明王朝 哪些致命的创伤 明天请继续收看 第十四集公共宿命